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视角玩家的一角求你抱我局 这个ID有点乌啊 四五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ID咱们就不管了 咱们先看录像 可以选干净黄盖 干净黄盖这个组合还是非常厉害 但是你不要瞎苦 因为他苦完以后 这个手牌利用率是非常的高啊 有干净对不对 看一下这一比赛 关键时候出来抱一波还很爽的 好 这边一号位摸牌阶段有技能 暴露了 当然三血摸牌阶段有技能的武将 就哪个势力都有啊 就很多了 要是四血的话可以排除很多 不管这么多 好 这边前面人都比较低调 默默的气排过 这一支笔看一下 看一下一号位 好 看完直接就去连 多大仇啊 多大的仇恨啊 那只能表明你们两个是不一伙 但到底是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原来以一代劳开一下 好 这边可以扔冰凉和酒啊 这边万剑不要扔了 也不要放啊 你作为武功肯定不能开AOE 另外的话你存在手里呢 对不对 作为干凝黄盖这种报件 你存个万剑 在关键时候想这个收人头秒 人还是很好用的 好 这边141借刀 也没什么问题 也看不出什么了 就单纯借个刀 对吧 我想把青钢剑借过来 毕竟青钢剑可以杀到他了 好 这一支笔没人打 好 八号位怒打无限 强行存田 强行量将啊 强行抢手量 这个邓爱哥 丧心病狂啊 然而你的田没有存成功 很失败 这边呢 也没有人去打邓爱 邓爱的话 前期你打他 要不就打死他 打不死你就惹一身骚 就要倒霉 所以暂时也看不出什么来 这边呢 看他顺什么 好 顺手牌 估计要干了 自己看起来有兵器 好 找一个人干一下 结果干出个队友来 窝的个天呐 离点国家有点惨 那这边这个人就不是位了 连的还挺准 少年 好 既然他已经通 刚才这一支笔已经暴露自己了 所以这边肯定打无限了 你要没暴露可能就不打了 已经都暴露了 不打白不打 是不是 反正也要干你 顺一下 自己有冠师傅 也不顺账八了 不管那么多了 这位少年 读师书上礼仪的来了 开始开AOE 所以说你的吴国乱开AOE 肯定不好 你说这么多卫国 你开AOE 很好吗 自当化解私怨 自当化解私怨 你能不能和三号位化解私怨 我猜不能 小戏沉舟 结果又出来一个魏国 三个魏国了 有点蛋疼 三位俱全 这个万剑呢 就留着吧 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机会秒魏国 拆一下 说好的这个化解私怨的 这边女王也是忍不住出来了 这这肯定要出来搞一波了 这个处在阵地的最前线 这一支笔 看一下副将 拆一下 表示先激活司马吧 好像这个也只能先激活司马了 因为灯海还藏个将 不知道藏 万一是曹丕呢 国家你肯定是不能先激活 这边他把桃子都给扔了 我不相信赵鱼没杀 只是他有桃子 他不愿意杀而已 继续拆 拆光了决斗 好的 没有问题 好 决斗完了 把垃圾牌让你反馈完了 再开大 这样可以找到新鲜的血液 是不是 再继续决斗 能不能弄死司马 好 邓老板还是有桃子 估计是顺着司马的桃子吧 再撸一下 这边可以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司马快死了 后面情势不明 你要是出来苦一波 现在这个局势苦一波并不太好 出来呢 倒是可以考虑拆一下司马 结果呢 后面又出来个胃 这就有点蛋疼了 当然咱们不亮 肯定就不会是胃了 因为你是胃肯定亮了 你要不然就防野了 对不对 张和点位出来一顿稿 把这个马老板打成残疾 恐龙交叉出来 这个出来帮助一番 当然这个离剑 你离剑司马和点位比较好 因为就算裸奔可能点位张合 他虽然裸奔能回血 但是扔一大堆牌多爽 你这边离剑司马 灯爱这救一下存多少天 所以这个离剑的方向就不对 而且万一司马有杀 杀过去灯爱是有可能有卖血的 这边杀点 反杀过去掉点位血多好 离剑的不对 有很多人貂蟬离剑 就不会离剑 就不知道到底该离剑谁 这边大卫国要碾压了 这个就没必要管马腾了 马腾肯定死了 大卫国开始出来进行屠杀行动 咱们活着还是有翻盘机会的 看看什么套路 这边怒杀云妹 云妹看见冠师傅也没闪 估计是有桃子吧 当然这边司马勒勒勒勒非常错误的 你看一下灯爱四个田 灯爱离点 张和所有人都在貂蟬前面先动 这貂蟬肯定必死无疑 你这个乐为什么不乐暗将呢 这个乐肯定是要乐暗将的 另外的话 我干凌这个无蟹 我觉得刚才不应该打 无蟹除非他来顺你 他要不顺你 这无蟹留着吧 唯一的翻盘希望就是你不被乐 唯一的翻盘希望就是你不被乐 你出来能秒 所以这无蟹不要乱打 这两个人你就不活的 你想想 灯爱那么多田 加国家洞 是救不活的 所以呢 对不对 你就防止自己被乐就最好了 如果说司马刚才乐 干凌 干凌那个无蟹肯定不要打 他们死就死吧 他们死了 你才有翻盘的机会 把南蛮放出去 这个南蛮 行吧 反正毕竟离点能忘戏 就算他们掉血还能给牌 不给暗奖牌了 这时候对 不要给万奖 暗奖牌了 就看能不能被乐了 只要不被乐 咱们还是有机会了 说这个万件 前期没有放得得 前期肯定是不能放 放了就便宜喂过了 而这个时候 翻盘的时候是可以放 好存钱 刚才万件没有闪 是防酒杀 出来爆一波 苦起来 先苦 苦的差不多了 再决定 这边又有铁锁连环 所以这酒火杀要留着 最好能再找个铁锁连环 这样就爽 这边不要先开万件 你先开万件 司马把你酒反馈走了 怎么办 这边先拆光这个 拆光国家 然后酒火杀 还好没反馈走酒 这边先拆光国家 酒火杀国家比较好 你这边不是有拆有顺吗 寒冰店可以拆掉 都拆出去 你反馈有酒就不爽了 因为酒火杀一定要保证带走 接招吧 寒冰店也拆出去 是不是 你的牌太多了 这边收一个人是肯定没问题的 收两个人就看他们还有没有桃子了 一个人可能能收 不可能出四个桃子 刹一下 看起来是没有桃子 有桃子 他们应该会抢救国家的 顶多还有一个桃子 这边 他又再苦了一下 你 其实我感觉啊 你把血线撑到凉雪 然后拆吧拆吧 我们都拆光了 下回合再说 因为你这回合已经不能出差了 你说找连弩 不现实 对不对 先拆光 然后留个闪 留个酒 保证自己不死 下回合再搞 司马乐入他就好 司马乐入估计他那张无邪就不打了 这边 感觉留闪和酒比较好 防止血线被压了 这边点位呢 没有摸倒杀 还好点位没有摸倒杀 下回合还可以继续苦 鼓起来 有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连一下 先拆 我感觉还是先拆再好 先拆比较好 不过也差不多了 主要是怕有武器连不上 不过你自己有武器问题不大 这样再走 其实这个时候张和点位还是有机会赢的 摸一张杀一个武器 或者说一张杀一个讨酒 都是有 其实还是踩在悬崖边上 不过打造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就看运气了 就张和点位没有摸到 那这边就直接带走了 一拆一杀就带走了 当然火攻也无所谓了 还是翻盘了 所以说即使是大国 真的即使是再优的大国 你也要时刻谨慎防止被暗将翻盘 这是给大家的忠告 第二局主持人的玩家的 叫花露 四五区玩家赶紧他录像 这边只能选这个 诸葛小胖 当然诸葛就挺厉害的 反正孙权诸葛是我比较喜欢玩的两个武将 非常的带感 另外的话这两个武将 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很难操控 就是新手和这个老手玩这两个武将 差距就太大了 大家肯定也是深有体会 好这边南蛮A出来 A出个司马来 司马翻了下架 他倒没有翻这个放南蛮的 因为他可能觉得放南蛮 因为放南蛮的就是有可能是魏国的 对不对 由于他是第一个掉血 所以他也不知道后面谁是三血不败 到他行动 他也打三血不败的 OK没有问题 并没有什么问题 吃个桃 好过了 三血不败的被打成狗 真的被打成狗了 一会儿 然后这边 结果他莫名其妙的挂了个白银狮子挂闪电 这不知道什么心态 不知道是这个绑统周蔡 还是这个真的是魏国的 真的是魏国那些不败血的 这边 那咱们也不能顺闪电 顺闪电得了司马 所以干脆把狮子送过来 好 这边有人拆闪电 肯定不是为了 162身份成疑 当然你就算是庞统和周蔡 你也不要怪闪电 你到自己不怕了 你坑了队友怎么办 是不是 就是你这个这是个团队游戏 好 这边顺个简一码 好 顺出个香香来 然后去拆刀 把刀拆了 保护一下自己 跳个飞味 有可能是魏国 乐住 当然能不能乐住 并不是你说的算 而是由司马首牌决定 天命之子 表示你乐不住 好 当然香香周围装备被顺了以后 一大堆牌 气了 无懈可击 好 无懈可击 被杀了很不开心 无懈可击 不让拿盘 表示你拿冰要冰我 香香表示不开心 你顺了我的马 我也打不到他了 你也不打 当然人家顺的时候 又不知道你是啥 而且对不对 人家顺个装备 很正常的事情 好 这边反杀回去 这么猛 直接干卫国 难道 当然他这个干 有点坑香香的嫌疑 就连顺面杀 自马又坑香香 因为香香肯定是被翻的 所以感觉不是无我 你是无我 你杀他干啥 就是坑香香吗 很好吗 这边扔酒吧 留难蛮吧 你把难蛮扔了 是我肯定不扔难蛮 因为这张难蛮 一会儿到残局 大家都残选了 你出来受人头 非常好用 酒其实没必要留 你不必要想着空城啥 前期这种混战 没有人来打你 非打了你空城怎么样 反正我建议扔酒 难蛮要留着 酒没什么用 其实 你都难蛮多好 我这边也没有人动了 继续搞位 香香很苦 真的很苦 被翻了 这时候谁要再去杀司马朝匹 肯定不是吴国 因为你再杀司马朝匹 坑的就是香香 坑不到别人 这个人不杀了 不知道是没杀了 还是怎么的 顺一下 白人狮子 这个在意骑手 好 又去杀司马 这杀司马 反正肯定不是吴 是吴 是绝对不会杀司马的 你想一想 是不是 其他的呢 到底真的是潜藏的魏国呢 还是其他的就不好说了 反正这是坑的是这个香香 我要是香香 我如果不死 我出来 我就去搞这个 我就去搞这个三号位和四号位 我才不搞司马呢 这边也是飞位 火攻 爬下去 好 这个我被激活 继续翻 继续翻自己这个上上上加 保证自己行动 OK 这都没有问题 杀一刀 祥星要收尸 应该是有桃吧 刚才想想我接气牌的时候 气的桃 没吃过桃吗 好 吃个桃 被收尸了就很不爽 香香又回来了 表示我还要依然坚挺 司马也是在群殴之下 血线撑不起来 气闪过 这边这位少侠你要干什么 好 这边反杀回去 由于这边看过他 杀出个张角 他也不是群 到底是鼠 潜藏的魏 结果 结果杀到个张角 苦啊 把司马给坑了 司马被批了 少侠 还剩一个酒 剩个酒也挽救不了你的命运 那也是天命难违 现在的局势还不好说 把他换掉连弩 启发过了 继续观察 那上家到底是鼠还是胃呢 就不知道了 好张角又看了下七号呗 那怎么打 乐如香香 兵如下甲 那这也不是群啊 他有没有可能就装身份 这种就不好说了 然后兵 比如看见队友 兵一下装个身份 有可能 然后保护一下队友的身份 对不对 反正这边天度了 天度了 但是他开了个五谷 应该就不是装身份了 因为 你要装身份 他这五谷 没必要开 你这开五谷 很有可能就帮香香解了乐了 是对不对 所以说应该不是装身份 你就默默的扔个五谷 别人又不会怀疑你 对不对 好 这边怒开桃园 给香香回血 这192应该是吴吧 不然他去掺和这些干什么 好 孙权出来了 表示 你个白眼狼敢欺负我妹妹 把出来弄你 弄死你 是不是 南蛮雷出去 外面有无血 这边的无血 这个人肯定也不是吴 对不对 我就说他不是吴 他是吴 他无血会打吗 肯定放香香出来 就是卫鼠了 不过从张角打法 难道这个人真的是卫 什么 什么 什么针机巡玉什么的 真的是狗 是吧 被打成狗 眼睛进攻 邹氏也出来了 邹氏表示 你们有帮忙的 我这也有帮忙的 不能便宜了 你们 江香刚才都扔无血了 说应该还是个桃 没杀死 刚才香香被乐 伤得很伤 你看香香那个手牌 如果不被乐 就屌的不行了 好 这边巡玉出来了 真的是狗 潜藏了许久 也是忍耐许久 现在看到这种局面 他又出来了 出来助攻一下 把张角给弄死 然后表示要杀死香香 看孙权会不会救 不知道孙权是梅桃 还是选择卖掉队友 既然现在打成这个局面 就出来了 不要再藏了 你可以选择 我觉得选择量诸葛亮比较好 第一可以方便找知己之笔看按键 另外的话 如果按键不是一会儿更方便压制它 因为你小胖的话压制力就很差了 好 知己之笔看一下 看到了数 那估计就要演了 我的建议还是量诸葛亮比较好 诸葛亮过排大 你看假如知己之笔往靠后几个位置 你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你现在量的目的就是 第一就是要看按键到底是啥 对吧 第二呢 你就是为了 假如不是一会儿你诸葛亮压制起来更方便 我这边孙权拼了命干周事 这是周菜嘛 多大丑 但是你这么搞东搞搞西搞搞 你东搞搞西搞搞 你这拉仇恨之报表 你至少现在已经拉到两个人仇恨 这周氏和巡逾都要弄死你 是不是 你在暗将不明的情况下 他可能觉得张角兵了暗将 人是无果 那你这只是一个方面 那并不是绝对的 好 这边开始演 肯定要演了 也不然两个人出来又团灭了 又得进四人局 莫及 进入演戏阶段 那要演戏演的逼真190 你也得杀 好 你杀 你不弃基本牌不行 那太假了 猜猜是谁 好 鼠对吧 周氏 周氏是个聪明人 周氏说鼠对吧 哎呀 这个周氏能看出来再装 聪明人 厉害 小胖 吃个头换个刀过吧 你肯定是不能去顺的 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腾甲顺了 顺他腾甲也不好 好 周氏说孙权是周太吧 这么想杀我 周氏 这个周氏还挺聪明的 少年 孙权一个人强行要打两个 我也是罪了 好 周氏这一只笔看一下 看看周氏是不是有道德 有素质 有修养的人 会不会说牌 反正 我觉得 循玉 你就打那个案件就行了 也不要打孙权 就打案件 案件反正不是位 现实中 有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什么杀人灭口 在这个游戏里 你没法杀人灭口 你就算杀了周氏 他要真想说牌 他还是能说 不然的话 要真能杀人灭口 小胖是完全可以把周氏杀了 他灭口 但是孙权帮你 灭了口了 不过周氏 我觉得周氏真是挺厉害的 首先他能看出来 端倪其次 他不说牌 好人 这边继续演 放权循玉 让循玉继续打工 并忠贞之志 这边 那就继续演 演个痛快 演个痛快 一会儿把循玉搞死 然后出来 然后你们两人一起打孙权 好 这边这真的是演 这也演得逼真了 已经丧心病狂了 铁左拳连上 狂演一波 好 孙权 孙权估计要拼了命 打死寻玉了 其实这种局 我跟大家忠告 你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 那个是不是吴 他是吴 他为什么不亮 他有什么理由不亮 他凭什么不亮 这种局很简单 孙权 你想 只要他不亮 你不亮 我就打你 你凭什么不亮 我还不出力 当然这边也是搞笑 官师傅来强杀小胖人 想乐杀不动 当然他这时候 如果真杀中了 官师傅 你这边就就暴露了 不过现在有点晚了 一会儿把寻玉带走了 就围观孙权了 另外的话 寻玉也很简单 你就打暗将 暗将反正又不是魏 你打孙权干嘛 对不对 有什么意义呢 你就拼了命了打暗将 暗将反正又不是魏 这边就很简单了 出来把寻玉搞死 围观了 因为你到残局 你就多留个心眼 他为什么不亮 他凭什么不亮 他无国 他有理由不亮 对不对 就有两点 是我要给大家忠告 第一点就是 像这种情况 残局有人还不亮将 你一定要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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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 还有一种情况 残局了 你这个大优了 你自己作为暗将 你就一定要出来 告诉你队友 我跟你一伙的 赶紧动手 我经常遇到那种局 就是明明我们已经忧了 你藏个暗将跟我一会 他不亮 然后我还得去打他 因为你不亮 我肯定要想 你为啥不亮 你要本来都忧了 你亮了 咱们直接赢了 然后我还去打他 然后打完他 他还得骂你 就不多谈了 反正接下来围观了 大家打牌 多思考思考 孙权 你尝试尝试 能不能打死小胖 能打死小胖呢 你还有一丢丢机会 打不死小胖 那你就基本上积极了 看看孙权 又转到万剑了 不过已经很难了 这边关控一下兵 所以铁锁也不重铸 嘿哟 又转到难满了 有点屌 看看能不能打死诸葛亮 打不死就逃了 好一口酒 这就基本没戏了 这边我感觉 刚才不要去杀 孙权手里留个酒啊 保命啊 幸好账费有个桃 要不然你死了 是不是 刚才他意不去 你酒杀 你不是 你直接杖八拍干什么 你就手里留个酒 剃牌过就完了 不死就赢了 对不对 那差一点 是不是很危险的 再看第三局吧 主持久玩家的地 叫一女无颜色 这是一还是龙啊 看不清啊 不管了 这边选将 蜀国群雄都可以选啊 没问题啊 一区玩家感觉他录像 都虽然看起来都比较弱 但是也都还可以选 最终选择了技灵周氏 表示要这个 拼拼点啊 翻翻人啊 happy一下啊 拼一下这句 参谋长 神装 一挂 白银狮子 借刀杀个人 好 这也没什么 当然一般借刀 借刀指三血的就不是无啊 而且他这又开始胡乱忙 是忙到什么了 忙到二张了 外面好像有毒态的样子啊 好 这个二张孙策被忙也出来大无畏啊 大无私啊 你各种给 你给别人装备 武器什么的虾皮给也就罢了 但是 但是你加一码都得给自己留一批吧 当然有的人他就 有人他不是为了赢 就为了自己痛快一下 好 一顿胡搞乱搞 好 真的是毒菜 搞出个毒菜 结果被翻面了 另外看毒菜 我想说一点啊 就是 你如果用毒菜的时候 千万不要那什么 千万不要跟别人叫嚣什么啊 有本事你来吃了 有本事怎么的 你玩这个游戏 你是为了赢 对不对 你不是为了叫嚣 你死了就什么都赢不了了 你选了毒菜 还要装怂 这样 你才死不了 知道吗 选个毒菜就牛逼不行 东国人有的是人敢吃菜 你以为人不敢吃吗 我见过多少这样 那天就是有个队友 就是选个毒菜 跟人一个弱笔武将叫话 你叫什么叫啊 你就让人认怂 这游戏是为了赢的 对不对 当然你 当然你 你不为了赢 那就罢了 你有的人嘛 对不对 他就是不为了赢 所以你看到有的人 瞎打 不为了赢的 不要跟他刚正面 这人好像无果啊 怎么拼了命去搞 但他又开了个南蛮 我好奇怪啊 难道他在引诱二张吃菜吗 那不管了 先看看 观察一下 毒菜被冰了 也没什么作为 好亮的交叉 多摸一张牌 表示再坚持一下 这边顺个八卦阵 你因为顺八卦阵 你这也看不出来什么 就顺个防具 这边扔两张杀 过了 乐不要包漏 这二张肯定给你 顾整张杀 你也不亏啥 因为你乐 你对不对 你不乐毒菜也不好 所以你就藏手里得了 你不杀毒菜可以理解 对不对 别人理解 你不想吃菜吧 谁谁谁都不想吃菜 这你就没必要顾武器了 他也没干啥 你给他顾什么武器 一再牢 这边呢 也没看出来 有谁有什么完全跳舞的倾向 大家都不动 其实也都挂个装备 这个少年 你不吃菜吗 吃菜 你不是无拉 好 这边 第一个跳出来 拉毒菜一把的 很大概率是群雄啊 不然他这会不会去拉群雄一把 看看这个二张 你二张这个 把加一马给别人的精神 估计二张啊 是不是要吃菜了 个少年拆一波 他肯定拆暗将了 当然貂蝉肯定也杀那个暗将 杀八号位 因为八号位非常的卖力 你可以打得再烂一点 他打的并不烂 他不就打你吗 你不是打过他吗 拆一下 乐住 好 九火杀了 OK 酸爽 这就是吃菜啊 这种人就 你看这二张这种人就明显就 就不是为了赢了 就为了就 就为了乱打 对不对 你这场上局面都不明 你就吃菜 就你有什么好处 看一下六号位 看完了开个屋 谁打了个屋 六号位打了个屋 那好吧 你是飞吴 他表示反正我被看了 我暴露了 所以你赶紧死得了 哎呀 这个手牌 这个手牌可以考虑杀了二杠吧 不然那边断了个孙策 觉得孙策比较厉害 断了孙策 瞧着写孙策 要不然你说你 你要不杀他吧 你说这个牌你怎么整 你给他扔吧 也不合适 这边呢 乐如那边那个跳舞的 疑似跳舞的 也没啥问题吧 看后面人怎么打吧 一代劳 这支笔看一下 好去杀一号位 杀一号位的都是跳飞群的 你一号位帮群雄呢 他看完八号位去杀一号位 他跟八号位一伙了吗 还是你们都是无 这边139肯定不是无了 对不对 他杀八号位没问题 因为八号位跳得很无 你看七号位吧 少年你也不是群雄吗 那就不好了 那你可能 有可能只有六号位 有可能是队友 别人就不可能了 怀疑一号是不是故意的 一号故意什么 这不就是群雄吗 要不他帮独菜干什么 让独菜和二张丝 看着二张吃菜 他坐享渔翁之力 对吧 鼠位不是很爽吗 明显是群雄 好这边那边八号位杀了 主持人也没问题 看一下 就我看了个二哥 看二哥了 咱们就不招惹他了 还能迷惑他一下 兵下家 兵五号位 反正五号位不是群 兵他 兵住 当然五号位看过八号位 难道你们都是鼠 难道你们都是四个鼠 你们四个鼠在搞笑吗 我也不知道 看看 南蛮放出来 不卖 没有魏 没有魏国 还是说魏国不敢出来 我觉得魏国这时候 没有必要不敢出来 就剩这俩人了 不是说一大群人 这边反杀回去 那我就奇怪了 你这个149到底是啥 你是五也说不过去 你杀这个八号位 你又没看过八号位 你也不知道他是鼠 你是鼠杀他也说不过去 你是群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杀马腾 所以我已经看不出他身份了 我晕了 你说你是群雄 你杀马腾干什么 已经晕了 他说他看四号怎么打就明白了 191看你怎么打 好那边他不借刀 杀关羽 这个真的是鼠 难道真的是四个鼠 我在这死来死去 咱们混个躺赢吗 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看看吧 看看具体的发展 这边补刀 好马超 马超你补刀就补刀吧 还出来 裸了裸了裸了 好你们至少已经三个鼠了 有没有四个鼠 搞笑 简直是搞笑 估计该对喷了 五号位要喷他了 打得好 好开始喷了 但这个149也不亮 是什么鬼 不知道他看不出来 还是什么鬼 我看不出149的身份了 不管都这么多了 已经没人了 赶紧出来拼点 把五号位弄死 先马腾弄死再说了 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说什么 别杀了 我也去 你去 你杀马腾 逗我 马腾是第一个帮助毒菜的 你去杀马腾 这不是搞笑吗 根本不信 你看看他 少来这套 结果这货还真是群 你说你是群 你把马腾给杀了 行吗 那咱们围观一下马超 这局也是搞笑 这局其实主要就是 你看身份 你能不能看懂 季灵看了关羽 然后兵下家 迷惑了他们导致三个鼠没有暴取团 就是三个鼠自己没有暴取团 而且他们不会判断身份 就输了 好 输了就开始喷 分锅背锅 看谁的锅大 喷吧 激情对喷 好 再看今天的最后一局 主持人玩家 CID叫CFGBVN 26区玩家感觉录像 这边真机 邓爱徐晃 随便配都可以 可能邓爱真机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最厉害的 但是配别的也可以 徐晃也可以 真机徐晃 对不对 落一堆黑牌 然后兵个痛快 你总选择邓爱真机 反正邓爱真机 从整体上来说 强度还是比较高的 好 这边知己之笔重铸 工房重铸 一般在我看来 这个重铸之笔 知己之笔 这个前期 这是三血 两种可能一种 不会玩 菜 还有一种 手牌确实比较差 比如手牌都是什么 装备火攻 远交进攻什么的 那你只能重铸 找机门牌 毕竟活命才是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你手牌防御牌多 你知己之笔还重铸 你看像这种 那我就不多谈了 知己之笔这张牌 反正在我看来 永远是神盘 不分什么前期后期 咱们入侵 顺一下 这边咱们也没办法出来 反正你如果有魏国 没准会打咱们 你忍着呗 这咋办 这边三血的错管了 要不慢 那肯定对不对 肯定不是魏了 让他的错管了 咱们这边知己赠爱 他还能视察 好 这个也不是吴 开始各种忙三血的 结果忙到小哥 还好 小哥没有黑桃 所以你躲过一劫 小哥肯定反干回去 咱们这吃个桃 基本上过了 吃个桃过 然后观察一下 铁锁重铸了 吃个 扔了 顺 你肯定不能顺张脚 你顺张脚一会儿 万一谁杀张脚 张脚 屁你一下 你又不是国家 不怕被屁 你这被屁一下 真的挺疼的 是不是 这边都没有人动 估计等张脚和丝毫被撕逼 看能不能撕得起来 还谁厉害 武器扔一下 这边都没有动 谁来带个节奏 需要带节奏 国家 是不是 好 吕布 那行吧 吕布这时候 他必须得出来 他不出来 张脚还得搞他 没办法了 没办法 谁让你上来忙到张脚了 瞎忙 群雄我也不建议忙三雪的 群雄三雪很多 好 这边又开始不敢忙三雪 来找个四雪了 这个表示自己 这个不敢再乱忙了 那就万箭齐发 这边可以考虑出来 因为反正你这个被人两个群雄了 你不出来 你说你老卡个顺手 你搞不搞他 干脆出来搞他们得了 主要这个位置太尴尬了 天下大势为我所 无所控好国家也出来了 那行吧 卫群开始大战 大战三百回合 看谁更屌 张脚说你看我屌吗 既然这样 真机也出来了 落一波 这换的就不知道啥意思了 防难骂骂少年 就换成一张杀 好 那就顺光你 开始搞你 决斗他 这边他先九杀三雪不卖了 把三雪不卖的带走 也行吧 你先决斗张脚也问题不大 他还是想把三雪不卖的带走 OK 没有问题 这边都真机正爱 那边不可能再是为了 这边成功的带走个大群 又惊喜 又收尸 还有惊喜的收尸 对 但这个决斗 决斗张脚比较好 你决斗旅步干嘛 赶紧压张脚的血线 看看这边有没有人动 好 不晾 少年你们都不晾 不晾就继续藏吧 继续藏 这两个群可是打不过这两个位的 这两位可比这两个群厉害 柴桃子 啥一刀 刚才还是觉得我张脚比较好 看157 157仍借刀 既不借位的刀 也不借暗将的刀 非位非群位就属无看戏嘛 就是我啥也不参呼 我就看看戏 你们来打 好 貂蝉也出来了 然而貂蝉非常的尴尬 为什么说他尴尬呢 他理见很淡疼 你让谁先出杀都不好 所以非常的尴尬 表示失礼了 那国家犯他上家没问题 保证自己行动嘛 对不对 杀吕布 戳貂蝉 他说先貂蝉 先貂蝉也得杀贾许戳啊 那边张脚万一有闪 就劈一下 不是还是很疼的吗 估计其他人看群星顶不住 这时候该动了 好 终于出手了 刚才是 这个看着比较军事 现在发现顶不住了 强行拆强行不让拆 好 少年 你这个杀的很危险的 这要批邓爱良雪 其实很伤的 你这个 就是其实 还是杀贾许比较安全 你这杀的真的批的很危险的 好 这边这个 鼠屋也是看不下去了 表示开稿 但是你这开稿 其实坑了贾许啊 把贾许给被翻了 其实你考的并没有什么卵用 我感觉你要真想搞 还不如搞登岸 然后还杀八卦的国家 所以你打这半天 也并没有什么正收益 你都被翻了 还卖了不少牌 吸气了哗啦的 接下来张家刁产要被打了 当然他是属 他可能也就没考虑群雄的事 表示你们群雄被坑就坑吧 少年这就别改了 你改了万一他又落一堆黑牌 你更惨 不要贪一个桃子吧 他桃子有什么用啊 还是被拆了 并没有什么卵用 决斗带飞你 带你飞有没有人救 这边都没有人救 表示已经放弃张角了 好吧 来个顺 顺一下 马上顺到了桃子 少年你有桃子都不救的 这怎么也得救一下 难道你有什么阴谋吗 这边他选择了酒杀狮子头 当然了 他可能想先杀了佳雪 要收尸 酒反正他是要扔的 所以他就直接杀了 因为他这还有酒 所以顺便卖个忙 另外杀别人吧 你先杀四雪的也杀不死 还不如杀了佳雪收尸呢 杀那个三雪的吧 万一杀了个大小桥也不好 所以一杀佳雪就杀佳雪了 就没什么 那边去拆桃子去了 又拆两个桃子 这货这么多桃子都不救张角 万箭齐发 这边要打死加雪收尸 你看你们都不亮 让两个魏国把你们摁在地上 摩擦摩擦再摩擦 把你们打出降 这边出个 把酒出了 存个田 结果还存个红桃 无蟹就不要打了 防个乐啥子是不是 帐八 难瞒再开 这边这无蟹不出 防乐 AOEA起来飞起 起飞 帐八生 这边他用帐八生 把灌尸斧出出去了 看起来有连弩了 要不然他肯定用灌尸斧去灌 真的是有连弩 直接杀过去 如果八号被死了 我觉得游戏就结束了 好 又有个群雄 你们几个群雄就这么猥琐 被安在地上 被两个魏国 被狗安在地上 打成狗 咱们看看157是什么 又逃的不救 原来是魏国的卧底 曹少 我明白了 我明白他为什么不救了 你们是不是也明白了 他是魏国的卧底 曹少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要射翻全场 这边都奖费的话 如果不是黄月英就投了 如果你是黄月英 你挣扎一下 因为黄月英 我不建议投 黄月英但凡有一口气 他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武将 如果不是黄月英 蜀国其他武将 这种界面是翻不了的 就可以投了 肯定可以投了 对不对 黄月英 就是绝对可以 有可能翻盘的 反正大家选了黄月英 我以前也说过 只要你不死 你就不要放弃 一切皆有可能 好 今天的热身暖场赛 咱们就放到这 这个月 我还会继续给大家更视频 今天就放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